那他很強 他就直接幫我寫Crawler 那我本來那個財產生報是一個一個用手點下載 下載了一個晚上 他今天就寫一個Crawler 就都趴在這裡了 那他那個之後是可以幾乎趴所有的公務員他都可以趴 所以說以後議員啊 或是有誰要參選啊 或是他說什麼話我們都可以去看他的參選 看他到底背後長什麼意思 那再來那個議會資料 收買地這邊也有回饋了很多有用的資訊 比如說 像是AGR我們全台灣縣市議會啊 大概只有一半有這個會議紀錄 那沒關係我們就繼續做 那最後議委的那個 那個我們本來已經可以那個跟他們學股票投資了嘛 那現在我們也可以跟地委來學草地皮了 那那個晚上我會抵迫遇上去 因為網路太慢了 我是抵迫遇不了 那就是現在會這樣子列出來說 他每年這個土地總面積的一個增長 那下面會有一些比較細的東西 那希望之後這個地號啊 看是不是能夠跟那個地址結合啊 然後或是跟一些Google 那個Open Street Map再結合起來 謝謝 謝謝 謝謝